hello大家好 我是丁丁 今天这支影片是要跟各位说 台版天堂M9月7号 维护后的更新内容 那这支影片内容 主要是讲系统优化与更新 首先来看一下 本次更新啊 针对了各职业都做了一些 技能上面的平衡与调整 首先骑士在单手剑上面 追加了攻速提升的能力 再来双手剑追加了武器射程 提升能力 他的攻击力从一格变成两格 然后新增一个技能叫做投擲 他是一个被动技能 可对一定距离内的目标进行攻击 使用技能需要消耗三点魔力 他就类似光剑开怪的概念 只是他是被动技能 然后你只要 那个投擲的剑打到目标上面 目标会额外获得一个debuff 防御下降 这个技能可以在魔法商人那边购买 再来是紫色的反评 反评专家跟反评大师 都新增了远距离魔法回避率提升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黑妖 黑妖的部分就是在暗影冲刺上面 新增了冲刺距离增加的能力 然后暗影冲刺命运则是在二段冲刺之后 会获得一个攻速提升的buff 那这边稍微看一下在韩版的黑妖更新里面 还多了一个叫做暗影闪避还会根据 等级增加远距离伤害减免的效果 那这里可能是台版这边没有更新到 那我们再往下看 黑暗骑士 极限防守追加药水回复量提升的能力 幽冥防护会根据盾牌还有币甲的品质 追加远距离伤害减免的能力 王族就是操控灵气 他可以根据学习的灵气技能数量 追加pvp伤害减免的能力 然后再来是盛世命令 他会增加昏迷抗性还有伤害减免 接下来死神死神的子反幽魂反击日时 他会增加远距离魔法回避率提升 再来狂战士的泰坦上升还有泰坦无限 同样也是新增了远距离还有魔法回避率提升 好接下来雷神就比较多了 雷神的雷电盔甲奥数就是他的子反 增加了远距离魔法回避率提升 雷电一闪神秘 他这是连接技输入等待时间提升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雷电一闪他你飞第一段之后 他第二段的飞与否他会有一个冷却时间 他的冷却秒数增加 等于说你可以花更多时间去决定你是否要飞第二段 不用这么急的要飞 再来雷霆防护神秘 在神圣冲阴状态下可以发动等离子之盾 这是之前的一个bug 就是你被圣剑的晕完之后他不会发动 他等于是修复这个技能的bug 再来龙斗士龙之盔甲冲击 他提升了远距离魔法回避率提升 再来法师 我们先看第二个黑暗之手 他的技能射程增加 再来全部治愈术无视恢复魔法量减少的效果 就是无视无水的效果 再来第一个那个召唤守护者 在神圣冲晕状态下可以发动守护者之盾 这个也是之前的技能bug修复 因为圣剑的冲晕可以让一堆增益效果失效 所以他这个守护者之盾就不会发动了 这是修复那个bug 然后妖精就是nerf 里面全部直接都是buff之后 妖精是nerf 就是第一个水饶跟水饶精神 他的技能发动率下降 然后水饶精神 他的扣血%下降 但是吸血效能提升 妖精在这个版本韩国那边还有另外一个更新 我们一起看一下 妖精的话这边是降低了水饶的发动率 然后降低了水饶精神的最大生命百分比的持续伤害 从9%变成5% 但是提高了自身吸血的能力 再来第二个是精灵之盾精神 也是新增了远距离还有魔法回避率增加 这可能也是他那边少血的一点 再来枪手的天外救星会根据魔法弹 还有破坏弹类的技能 觉得数量获得能力的加成 那这边他是写提升的命中伤害 远距离伤害无视减免 还有远距离暴击的能力 那加多少呢 原本的枪手技能血满是加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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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然后现在之后改成加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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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提升变成5 好第二个优化内容是哈佛万能药新增能力 还有既有能力扩张 第一个既有能力扩张是指 PVP伤害减免 这个原本是只能吃满100罐是5% 现在变成200罐可以到10%的上限 然后持续伤害减少最多100罐吃满是5% 主性伤害减免最多吃50罐吃满是加5的减免 最后一个探索功能的改善 就是针对雷达那个扫描功能的提升 他可以在扩充范围内自选为全体探索 还有血蒙同盟探索 敌蒙探索以及道具探索 根据他的探索距离是根据目标与角色去排除先后顺序 所以在往后对于那种内挂或手机玩家打人的时候也会相对来做方便许多 你只要少取敌萌就可以直接针对你要打的目标进行攻击 好以上就是台版这一次9月7号维护后的更新内容 我是丁丁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点个订阅点个赞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咯大家拜拜